他是全网最火的小学老师 靠和冤种学生斗智斗勇 圈粉百万 上课像历险 教学像在宫斗 这些小学生到底有多难带 才会让周老师每天哭笑不得 断绝关系也要成全老师 可真是周老师的绝世好学生 这些小学生的人情事故 数十拿捏到了 试卷上有题目 要求学生写一下自己的愿望 结果这个孩子直接来了一句 两个小女孩吵架 被喊到办公室 生起的周老师也正在气头上 可谁知小女孩的一句话 就能扭转周老师的心情 然而这帮小学生有多会哄老师 就同时有多会窃老师 因为周老师有时候太严厉 一帮孩子直接给他 取了个周八皮的外号 甚至还会给予老师 直击要害的诅咒 让学生们举手 检查他们背诵课文 可点到一个举手的 上台却不会背 而学生一句话 就能让周老师无语 而网友们也知乎一句 反切道而行之 不愧是大聪明 00后开始整顿职场 10后开始整顿学校 这群冤种学生 可谓是让周老师 每天都在立线 让他取个组名 学生们回答 问学生们什么时候能背过课文 有学生写作文凑字数 虽然网友们隔着屏幕都笑喷了 但依旧站在小学生的角度上 为他开拓 鸟说我就是嘴碎了点 怎么了 好不容易鸟不再积极喳喳了 学生又跟错别字杠上了 果然 小学生在的地方欢乐多 看见周老师进来 俩小学生直接献上一段 方言般夸赞 这口才这配合 这俩干脆直接送去德云社算了 而凭借着和冤种学生的斗智斗勇 周老师也走红网络 圈粉百万 而凭借着独特的教学方式 他不仅成了学生们最喜欢的那个 也成为了全网最受欢迎的老师 没写 为什么没写 不要写 他是全网最受欢迎的语文老师 让无数网友直呼 想回到小学 和冤种学生斗智斗勇 圈粉百万 却成为大家心中的白月光老师 这位90后宇文老师到底有何魅力 能让网友们追剧式的看得上头 然后气质温柔大美女 人前棉袄棉拖周八皮 上班下班两副面孔 直接让学生们措手不及 该严压的时候能拿住学生 该温柔的时候打成一片 想要拿捏这帮满脑子鬼点子的小学生 必须在学会斗智斗勇 为了让孩子们心甘情愿地完成作业 周老师脑袋一转想出一招 听到作业难度如此之大 全班学生都震惊地连连尖叫 而找准时机后 周老师果断爆出第四个选项 最后一个作业就是 我按照宇文练习册里面那个 我们的奇妙 我们奇妙的世界那一部分 练习题 想不想 果然涉事卫生的孩子 还是走不过老师的套路 对比之下竟然开心得不行 这还是第一次留作业 留得这么顺利呢 而当有的孩子没交作业时 周老师也会软硬兼施 知道这个孩子吃软不吃硬 周老师直接上演了一出情感大戏 而坐坐矫情是有点 但学生还真吃这套 被批评惯了的小孩 哪见过这个场面 自敢羞愧连连安慰老师 遇到不听话的 他灵活拿捏 而遇到玩音的 他也立马奉上妙招 再加上网课期间 每当提问到学生时 他们总装卡 不过机智的周老师自有办法 你们去拿一个闹钟 放到镜头面前 这个闹钟可能会 治好你们的卡 而周老师检查作业时 和学生斗智斗勇的画面 更是让无数网友 想到了从前的自己 把你出了咋的 来这找 我没有干的呀 干嘛呢 你就这几本书 你还能发发到啥什么 写了吗 到底写不写 我真写了 这个多年后 看到孩子的拙劣演技 网友这才感慨一句 原来 当年小时候撒谎时 这么明显 果然你的童年 我的童年 好像都一样 就这样 在周老师的镜头下 他把小学生的日常生活 全都记录了下来 而有趣的日常 也让大家抱着手机 追起了剧 不光沉迷于高清的斗勇日常 还有不少网友 被周老师的颜值吸引 然而随着 粉丝越来越多以后 周老师却受到了 一些网友质疑 九五后小学老师 圈粉百万 在学校是脾气暴躁的 灭绝失态 在家是相亲失败的 大龄圣女 和学生互动日常 走红网络 却被质疑 影响本职工作 那么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 作为全网最火的语文老师 周老师和冤种 学生的日常 让网友上头 不过大家更感兴趣的 仿佛是周老师 那上班下班 两副面孔的反差 上班时素面朝天 不修蝙蝠 穿着大棉袄 躲在后门窗户观察学生 下班后造型百变 楚楚动人 十二是邻家妹妹 十二是校园女神 而不少网友也直呼 自己关注的目的 并不是为了看学生的日常 而是为了看这位美女老师 甚至不少粉丝也开始畅想 要是自己当年 有个这样的老师 那一定能爱上学习 虽然在学校备受欢迎 但周老师却是个 仇怀妈妈的圣女一个 为了能让闺女早日嫁出去 妈妈可谓是费尽心思 就连刷视频的时候 都不会放过 抽签哪个小伙顺眼后 就直接给人家评论 一句给我当姑爷 直接让网友笑喷 妈 不要挨头了好不好 印象不好 可妈妈为了女儿的终身大事 却不肯罢休 转头又做了一个 自以为时尚的交友视频 下的相亲对象 那是连夜逃跑 而周老师也把自己的这些日常 发到网络上 毕竟出了学校之外 他也是个跟大家一样的冲浪选手 不过随着人气越来越高之后 有人提出了自己的质疑 大家觉得 既然作为一个老师经常拍视频的话 是否不符合规定 甚至担心周老师会影响自己的教学 不过绝大多数网友却表达了自己的支持 毕竟时代在变化 而这样有趣的老师也是学生最喜欢的类型 而学习知识也并不一定需要非常死板的模式 这样欢乐的氛围也有助于孩子的成长 而在周老师的视频中也能看出 他对班里的学生是非常上心的 看到学生们乖乖吃饭的时候 他也会拿出手机拍摄一下 一句陪你们一起长大的文案 也道出了自己的心声 而通过视频方式记录下来 对于学生来说 相信将来回看的时候 也是一段美好的回忆 那么对于这位语文老师 你有什么看法呢